哈囉,大家好,我是念念 我是Haru 這次呢,就要分享壞處 把那些想找結婚的人 答信 不太好吧,這樣會把想要找結婚的人都嚇死了 我就不想結了 不行,要看,要看 要看你才會知道婚姻的現實面 而且你知道嗎 其實我小時候啊 就是在我高中以下的那幾歲 那幾年,我都是很想要趕快結婚 就是最好就是18歲 18歲也太早了吧 就覺得早一點結婚啊 然後就會有一個人 就是陪伴你啊,支持你啊 你們可以一起努力 然後也不會再有談戀愛的煩惱 就感情的煩惱,對 我是小時候是想要26歲的時候結婚 25結了,就是差一年 差不多 那你現在已經過了嘛 過了 那你會不會就是重新再去想這件事情 會不會覺得 你當初這樣想26歲結婚是最好的年紀嗎 然後我覺得想要晚一點結婚 就是結了才會 就是知道這個生活的之後 我會想要覺得說 對 想要晚一點結婚 對,我們都太單純了 我覺得很多事情都還沒有自己去做看看 就是自己的事情都還沒有做 然後就剝錄家庭 所以我會覺得說有點 很可惜 就是真的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們以前 還沒有進入婚姻之前 絕對不可能想到的 對,真的 像第一個 就是我真的從來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就是我會懷疑自己當初的選擇 所以你現在有懷疑嗎? 很懷疑啊 就是我就覺得好像是結了婚之後 然後才真正認識你的另一半 以我的狀況是這樣 就是很迅速的就結婚 所以就會結了婚 然後才開始認識她的家人 然後才從她的家人朋友身邊認識到她 就是跟我透過我的角度是認識的不一樣 然後就會發現 好多點我都是 唉,怎麼會怎樣 就跟我那種白馬王子的形象是不一樣的 對啊 嗯 那我問你嘛 你有沒有離婚的念頭 以前或現在 我覺得吵架 只要有吵架就會有這個念頭 欸,我要跟你分開了 這樣 可是我覺得有沒有說出口又是另外一回事 就你放在心裡 你放在心裡你不會傷到另外一個人 可是如果你說了你就會傷到你的另一半 吵得很深就會吵 對啊,我有講過 應該沒有人說 沒有不講的 我覺得一定會講的 對,其實我們沒有那麼正面 我們是負能量 爆炸 對啊,就是三不五十就要收到禮魂了 第二個呢,就是會沒有自己的人生 會 因為 你可能要陪他拼拼圖 可是那個拼圖就是你不想拼的啊 誰會想要拼 七十二片的玻璃拼圖 對不對 然後呢 他要聽不想聽的耳歌 每天都在那邊小星星 然後還有聽三字經 為什麼我這個年紀要聽三字經 你知道三字經嗎 人之出,性本善,性相機 這是一個詩 詩經 對 喔 你小孩會聽那個喔 對啊 請不聽 對 哇,那個我會想去教欸 對,對,對 出去玩的時候 例如去一些經典 你就想要好好的拍照 然後看那些風景 然後小孩就在旁邊覺得 好無聊 媽媽走了 不然那我的小孩的話是因為還不是說 很懂事 對很懂,就是會亂跑 放下來會亂跑 抱著又沒有辦法拍照 對 真的沒有辦法享受去玩的感覺 對,你不能認真的看風景 這是以小孩為主 對,他想要去那你就要去那 對 他吃剩,我們就給吃剩了 對 為什麼我要吃豬魚 我喜歡吃也要吃 對,我兒子一天到晚跟我說要吃義大利麵 然後如果說不行的話 你要想很好的理由去說服他 不然的話你就是要跟著他一起去吃 然後就會連續一整個禮拜都在吃義大利麵 好痛苦喔 對啊 沒辦法 再來第三個呢 就是 你的時間還有空間都會被小孩綁住 會 所以他還抱你啊 就會覺得很療癒 可是有時候又很想要自己一個人 就不要有人來碰我 你知道,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被小孩黏習慣啊 你就會想要有自由 你就想要一個人 我是但還沒有到那個年齡 他也不會說一直要黏的 喔真的嗎 對,他會自己去玩 自己去玩 唉,那很好 沒有,其實我兒子也很好啦 沒有說你不好 對,沒有啦 我們是因為有小孩子 所以狀況還是不一樣 就是找婚只有跟老公兩個人的話 可能會不一樣 對對對 比較有自己的時間 就是有小孩 跟沒有小孩的差別 對,是有差 非常 很大 所以找婚OK啦 就是 你會被黏住嘛 然後 你的時間也會被切斷 對 就會 雖然他現在 我兒子去上幼稚園了 可是 就是每次就要固定四點 就要待在家 等他回來 就你就 時間就是被切到四點就卡 然後晚上 你也不能去哪裡玩 對 對,我尤其是晚上會想要出去玩 嗯 我有唱歌 對 G一下 對 完全不行 對 你要顧小孩 對 你就要那個 自己待在家裡 對 好慘喔 就是小孩優先 這樣 嗯 第四個呢 我覺得應該是 有小孩子的關係吧 就很難存錢 嗯 就是會 每個月就是一直畫一直畫 對 會覺得 很難存到錢 就是每個月賺的就是花得剛剛好 而且 就是我本身就是 已經蠻愛花錢 嗯 就花自己 在自己身上就蠻愛花 然後現在呢 就會想要 除了小孩的 就是 基本開銷 固定的 一定要花的那種學費啊 然後像Yuki應該就是 尿布 對 就那種固定的 你還會想要 花一些奢侈費 在他身上 例如 可愛的衣服 小孩子衣服我超會買的 對啊 就是 這真的沒辦法 這真的沒有辦法 就是 太可愛了 可能就是媽媽的病 有可能 有這種 抗治療 喔好可愛 就馬上買 對啊 不管價格 對 而且就是因為 小孩子的尺寸啊 就是只有這樣 對 它會 一個尺寸就只有那樣 對 所以你就會想要 可能說 每一個尺寸都穿 可愛的衣服拍照 對對對 所以你就會捨得 花那筆錢出去 對 唉我們好糟糕喔 就不太會賺 然後又花那麼多錢 對 超會花錢 所以呢 你就永遠存不到錢 對啊 所以怎麼辦 就除非我們要去想辦法 把那個熟入店 爆高 對 第五個呢 我會覺得說 就是跟朋友 比較會疏遠 關係 嗯 就是 比較沒有時間出去 所以 就很難約到 很難約 而且有帶著小孩 又不方便 對 妳有嗎 像我的 我很常啊 我就覺得 好像當媽媽之後 然後就會變得不會社交 嗯 就是我覺得有一點點是 可能覺得 可能生理心理的影響都有 心裡就會覺得 我出去了 我帶著小孩出去 然後 我帶著小孩出去 我的朋友在講他們的事情 嗯 但我要顧小孩 我沒有辦法完全的參與他們的對話 對 那種心裡的那種感覺 還有 然後 跟 因為同年齡的你的朋友 就會 講他們工作的事情啊 嗯 可是你沒有 去工作 你的 話題就變成小孩 哦 就話題會對不上 對對對 就你講什麼他們聽不懂 然後他們講什麼 沒有什麼感覺 沒有共鳴 對 然後 就會覺得心裡 感覺就 不是很 很好 就不想去 然後再來就會覺得 像更願意陪小孩 嗯 如果你有那個時間的話 你會更想要陪小孩 會 小孩就是 真的是重心點 對對對 有時候就會講話 也不會好好講 就變得很沒耐心 對 對朋友啦 或者是 而且我記得 我以前就是不太會對陌生人發脾氣 嗯 因為現在會發脾氣喔 對 因為有一次我就是 搭計程車 然後那個計程車好像開不好 還是怎樣 我有點忘記那個原因了 嗯 然後我就罵他 然後那時候 對啊 然後我老公就嚇到 嗯 然後他還 他還在司機面前 跟我說 你可以好好說嗎 你怎麼變這樣 但是 司機你的工作就是把車開好 你開這麼爛 你就是錢嗎 就是 會 就罵他 這好像自己的那種 social的 EQ變得很低 你自己有嚇到嗎 我沒有嚇到 你就覺得 我當下沒有嚇到 但是我事後在 反省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會覺得 我以前不是這樣的人 嗯 會變啊 對啊 你有這樣嗎 脾氣變暴躁 有齁 暴躁有 你是對小孩暴躁嗎 還是對身邊 是對身邊 就是 跟你一樣 就是沒有很 沒有耐心 對 我以前是完全不生氣的 就啊隨便啦 沒關係都可以 我也是 然後現在是 就是 可能顧小孩 又工作 會覺得 可能身體太累也有關係啦 就是 各種原因 對對對 忍耐度 就是不是說很 多 所以有時候 對有生氣到 我就覺得說 就馬上 爆發 不然我就是 就很明顯 不爽 對啊 我就這樣其實也蠻糟糕的 就是旁邊 對就是一個不好的事情 你看我們 結了婚 順便小孩之後 就脾氣變差 然後又沒有錢 然後呢 又一天到我懷疑自己 我這樣做 對嗎 我到底對不對 嗯 好像很不好欸 我們這樣會不會 美夢想要找婚的人 對啊 不喜歡結婚 或者是已經 他已經準備要結婚了 然後就被你們嚇了 不小心看到了 那我們今天就這樣囉 好 喜歡這次影片 請幫我按讚 訂閱喔 那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